欢迎收看国防军事频道 直击中国航展特别节目 第13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 开幕已经5天了 公众日的第二天 那么25岁的中国航展 已经成为了云端之上的国家名片 三天的公众日 每天4万张门票在航展开幕前 就已经授庆 今天截至10点 航展现场人数30362人 同比昨天增加661人 按照计划 稍后将要进行飞行表演的 有八一飞行表演队 红鹰飞行表演队 我们将进行现场直播 期待您的关注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 昨天下午中国空军举行的 本届航展第四场新闻发布会 发布会的主题为 战鹰向祖国报告 空军蓝致敬中国红 空军新闻发言人深境科大校表示 近年来歼20运20轰6K等 大国重器的新航技 彰显了人民空军战略转型的新成就 国庆节 我们表白祖国 大国重器歼20的航技 正在向海天之间延伸 向高原之上拓展 在新时代炼明备战中 歼20飞行人才稳步成长 海上方向实战化训练 深入开展 在空军体系对抗演习中 发挥重要作用 为空军新制作战能力跃升 提供有力支撑 导演履行新时代使命任务 120飞机实战实训 全面展开 转战高原机场远程投送 空降空头训练 搭实推进 空军战略投送能力 远程空降作战能力践势 不断跃升 本届航展上 大国重器轰6K飞机 以静态展示方式与观众见面 昨天轰6K飞行员宋波 还在发布会上表示 近年来人民空军组织 岛礁巡航 远阳训练 绕飞抬岛等 已逐渐常态化 我记得老一辈飞行员 常讲 轰炸机代表着进攻 必须要飞出去 而受制于装备和训练实际 以前更多的是本场训练 近年来 岛礁巡航 远阳训练 绕飞抬岛等 也是常态化组织 飞到了很多以前 没有飞到过的地方 前辈飞行员的愿望 正一个个地实现 曾经的遗憾 变成了如今的骄傲 宝岛在祖国怀中 祖国在我们心中 空军飞行员绕岛巡航 就是在用战机的航迹 丈量祖国的大好河山 此外 明星展品 无真期等 无人装备领域的 研发现状和未来前景 已成为发布会现场媒体关注的焦点 无人装备是未来军事装备发展的重要方向 可以说我国无人装备发展 已经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 下一步呢 我们将与国防工业部门 共同努力 根据我国面临的威胁环境 空军担负的使命任务 研制发展满足需要的无人机装备 走出一条符合国情 军情 具有空军特色的无人机建设 发展之路 今天是中国航展的第二个公众参观日 那在航展的现场 除了空中装备之外 地面装备也是备受关注的 特别是一字牌的导弹车 那现在呢 我们的记者吴杰就在现场 马上来连线他 吴杰你好 请给我们介绍一下 你在现场了解到的最新情况 好的 初学 我现在就是在第13届 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的现场 那么今天我们迎来了 公众开放日的第二天 大家通过身后的画面 其实可以感受到 虽然天气很热 但是我们现场观众的热情 依旧不减 那么我觉得我身后这些观众 他们的位置 其实是最幸运的 因为不仅可以看到天上的飞行表演 而且可以看到我身边这些 静态展示的导弹武器装备 今天我就带大家来看一看这些装备 那么现在我们所在这个区域停放的 这些车辆 他们其实属于一个轻型高机动的 防空作战系统 那么它主要是可以伴随着 我们行径当中的部队 对空中的目标进行一个快速的应对 那么其中有包括我们国产的 FB6C系列防空导弹系统 和FB10防空导弹系统 说它是系统其实 因为这次展览的这个装备非常的完善 大家可以看我身边这辆车 这辆车它上面有一个雷达 它其实相当是一个搜索指挥车 它的雷达可以在远距离 就发现空中的目标 我们知道地面作战最怕什么 最怕这个无人机 武装直升机 特别是武装直升机 我们叫它树梢杀手 足见它的这个围体 那么通过这样的雷达 以及上级机关给它的这个空情情报信息 它可以在远距离就知道敌情会从什么方向出现 那么我们提前就把这个枪口对准它 就可以实现这个早期的预警 更有效的这个防御 那么如果敌方确实进入到我们的防御区域内 而且确实有这个空谋不轨的行为 我们就通过这样的这个导弹发射车 向它发射导弹进行精确的这个杀伤 那么除了这个防空导弹的这个出现 我还发现一个非常重要的装备 第一次出现在了我们这届中国航展上 那就是我身边这个 它这个叫光弹 弹光结合武器系统 什么意思呢 就是上面除了整合了防空导弹以外 还整合了这个激光这种杀伤手段 这个杀伤手段有什么用呢 我们在最近的一些地区冲突当中 可以发现这个无人机 特别是小型自杀式的无人机 或者风情无人机的使用 越来越广泛了 那面对这种威胁呢 我们用传统的导弹去打击它 可能第一个成本上滑不来 而且呢 当面对漫天飞舞的这个无人机机群的时候 可能导弹也打不过来了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上这个激光这种手段 它的反应速度快 而且呢 可以多次的进行射击 完成对宝格式攻击这种阻碍 就好像面对这个空中飞来的这个风群的时候 我们拿出一瓶这个沙通机咬 擦的一喷 就把这个整个风圈都消灭了 所以这个可能是未来我们地面防空作战里面 非常重要的一个趋势 再过来看我们这辆车 这辆车是我们国产的这个LY80防空导弹系统 猎鹰80 它的中文名字 那么我们知道这猎鹰80这个防空导弹系统 它并不是第一次出现在我们珠海航展的这个现场 那么这次来的这个LY8080有什么不一样呢 我们看了一下这个介绍 包括工作人员给我们讲 它是一个增程型的防空导弹系统 它的这个射程要比原来更远 然后呢能够保护的范围更大 同时像这型导弹呢 还衍生出了能够装载在舰艇上的这种类型 能够在海上保护整个舰队的这个空中安全 那么从这个角度可以看到 它的这个发射装置的其实是这个立起来的 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垂直发射 那么垂直发射的好处就是 只要它把这个发射筒立起来 它就可以在360度范围内 对敌方的目标进行打击 在所有的方向上来保卫我们地面装备 地面部队的这个安全 接着往下走 我们这边看到的是这次 也是首次展出的 L-600的这个导弹和发射单元 那么这个发射单元最大的一个特点 大家看到它和这个集装箱有了一个结合 运输的时候可以收到集装箱里面 然后作战的时候可以把这个发射筒支起来 我们看这个发射筒还很大的 这有什么好处呢 第一个方便运输 就像我们这个 我们做工作长期要出差的时候 会收拾那个行李箱一样 这样把它收到这个集装箱里面 就好像一个行李箱 我们提起来就可以走 非常的方便 而且它可以很快地让一些不具备 本来不具备发射导弹和火箭炮的 炮弹的这个平台 能够具备发射能力 怎么做呢 就把我们的这个集装箱放到这个平台上 同时呢给它配属一些相关的 这个支持的设备 然后它就可以快速地形成 发射我们卫士系列的导弹和火箭炮的 这样一个能力了 这个能力呢 让这个平台的作战的这个灵活性 就会大大提升 可以成为战场上的一个 出其不意的奇兵 那么再往下看 现在我们面前出现的就是 卫士系列的这个火箭炮 我们知道卫士系列在 历届的珠海航展上 都是一个明星装备 那么这次来到了珠海航展现场呢 我发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点 就是它的这个发射箱啊 从外面看上去 好像都是一样的 每个发射箱都一样 但是我们从这个侧面去看里面的弹 这个弹其实是不一样的 包括它的这个编号标在上面 上面是卫士3 下面是卫士64 那么这种集成了多种弹药的这个发射装置呢 它可以让这辆车啊 在战场上面对不同远近的这个目标 面对不同类型的目标 都可以进行打击 让它呢成为一个战场上的多面手 也是提高这个 它的这个作战能力 那刚才我走了大概 我算了一下 可能也就是20米的这样一个距离 其实我们在这么小小的一个范围之内 其实就可以看到一个 有攻有防的一个作战体系 它的攻是有多种手段的 它的防御是有多个圈层的 那么就这样一个小小的角落 就集成了我们中国军工武器装备发展的 这么多成果 可以想见 如果我们把这个珠海航展 整个展翅都转一遍的话 能够发现多少我们军工装备 新成果和新宝贝 那么这也让我们对整个航展的 展品充满了惊喜 也对 也让我们对未来的这个珠海航展 能够出现什么样的大国重庆呢 充满了期待 好的 苏杰 我现场的情况就是这样 好的 感谢吴杰 从室外的展区 给我们带来的这20米的精彩 短短20米的距离 已经是攻防兼备了 那除了在室外呢 在室内 同时我们也能看到一些体格庞大的导弹 比如说 现在在画面上我们可以看到的是 这款导弹呢 是专门为打击海上的敌舰量身定制的 有亚音速隐蔽突防的 也有超音速突防的 还有的结合了两者的优势 而且打击的方向呢 可能来自陆地 空中 甚至是来自神秘的海底 而像一些经典的国产导弹型号 也在本届航展亮出了全新的形象 我们今天看到的 从射程来说 覆盖了从几十公里到290公里 几乎覆盖了亚三度 亚三度里的这个 所有的反应导弹的类型 基金导弹呢 它的技术呢 是802 然后是有了802A 现在目前我们有802B 第一呢 射程来说 原来的180公里 增加到290公里 第二点呢 就是显出特点呢 碳干扰能力强 碳干扰能力强 这样自己导弹的本身的生存能力强 在大屏幕上 我们看到的是 我国最新研发的 猎鹰70防空导弹武器系统 这也是它在公众面前的首次亮相 猎鹰70防空导弹武器系统 具备快速反应 精确打击等性能的同时 还可以灵活使用多种作战方式 所以它也被称为 近程防御领域的守护神 接着跟随记者的镜头 近距离感受猎鹰70 大家看我身边这个 通体洁白的这枚导弹 它的名字叫做猎鹰70 这是第一次在我们航展上亮相的 它这个导弹体积非常小巧 但是呢 像这样一个弹头里面 其实装的是一个主动的雷达导引头 也就是说呢 它里面有一个功能完善的雷达 有自己的大脑 可以自主控制导弹 飞向目标 这个作战性能呢 可以说是相当强悍的 那么比它更强悍的 是一个完整的猎鹰70的防空导弹系统 大家看我身边这个车上啊 它这上面呢 不仅可以装八枚 我们的雷达70防空导弹 同时这个桶子上面 还有这个圆桶子 里边装的是可以通过 这个敌机的红外信号 进行跟踪的这个红外制导导弹 所以呢 它打击敌机的手段呢 会更加的多样 除此之外 这一辆车上 其实集成了防空作战当中 必要的这个目标 搜索 识别跟踪的所有功能 除了普通的这个相控阵雷达以外呢 还有这个可以通过静默的方式 探测敌机的光电雷达 像把这么多的功能和火力 集成在一辆卡车上的这样的设计 在国际上呢 还是很难找到同类的产品 所以这一点也体现了 我们中国军工人的自主创新 常规的防空导弹 对雷达有着极大的依赖性 一旦遭遇高强度的电磁对抗 就可能变成瞎子和笼子 而猎鹰70系统 首次采用的光电设备 让它可以像猎鹰一样 主动地探测和搜索目标 那么猎鹰70防空导弹是怎么作战的呢 让我们通过动画模拟演示 来看一看它的作战过程 先进的向空阵雷达 可以在远距离发现像固定翼飞机 直升机等目标 也可以准确跟踪这些敌机 发射的精确制导弹药 采用雷达和红外两种导引头的导弹 可以在面对不同类型的目标 不同的干扰的情况下对敌机进行杀伤 而这个过程是可以在战车行进的状态下完成的 所以猎鹰70可以执行伴随防空任务 为机动中的部队撑起一把防空的大伞 我们这个武器呢 它是能够把它的各个功能 像探测发射功能是集成到一辆车上的 以往呢很多装备它都是分散到几辆车上 那么它就单车的集成度很高 然后第二个呢 我们在做这个武器的时候 也考虑到了把不同体制的导弹结合到一起 那么它整个的抗干扰的能力就会非常强 能够步 同时的话呢 我们在做这辆车的时候 也考虑到了现在的实战化 就是它不仅是要单车 还要能够协同作战 那么在设计这个车的时候 我们把这个功能也考虑到了 变形家庭其实是为了更好的来防空领域来支撑 所以我们以后就是想能够在防空领域这里边 能够分层次的做好体系化的一个知识 第二个呢 现在也逐渐的我们是走向智能化 所以以后的话 我们装备里边 现在其实已经在做一些技术准备了 那么在上面逐渐要上相应的智能化的这个技术 更好地来支撑我们这类无人装备的这个智能化的发展 现在空军八一飞行表演队驾驶尖实战机正在进行飞行表演 那今天他们会带来什么样的精彩表现呢 一起到现场看看 变换成一个菱形队形 要做第二个动作吗 这是 对应该菱形队形要做一个六肌菱形队的一个机动动作 可能会做垂直动作 垂直动作 对 转过来 这要做一个俯冲 拉烟 上升转弯 就是正在做上升转弯 刚才一个小小的俯冲 现在做上升转弯 从我们的上升 刚刚飞过也是非常漂亮 南天 然后有一些淡机 在和拉烟进行配合 现场的视觉冲击力非常 对 主要还是这个发动机轰鸣的这个声音 特别的过瘾 今天在这个地方 我们感受的是速度与力量的这种组合 同时也可以品味这种蓝天的视觉盛宴 对 今天我们刚刚我们的导播切出全景的时候 大家也是看到了我们现场观众非常多 今天是航展的第二个公众日 那预计我们现场会有4万的观众左右 所以大家也是对这样一个飞行表演 是充满期待 很多人也是很早就到现场来排位子 你看很多人打着伞 这个打伞就说明今天珠海天气非常热 30多度 湿度有高 但是完全无法抵挡 大家对于飞行表演的这样一个热爱 好 我们看到空中好像又出现了新的队形 王老师 调整了一下队形 变换成三角队形了 刚才从菱形队在转弯的过程中间 调整成三角队形 三角队形 像一个完美的三角形 对对对 看得很清楚 这种密集队形 实际上也是体现了很重要的战术意义 它主要利用雷达的角度分辨率 比较有限的这样的一种特征 在雷达的显示屏上 这六架飞机看上去 可能就像一架飞机一样 从而达到隐蔽自己 欺骗敌人的目的 看起来像一架 但实际上是六架 六架 就是我们靠队形的这种变化 来迷惑地方是吧 敌人很难判断 我到底来了多少架飞机 但是有可能接近时的时候才看到 但是它已经无法做一些准备了 对 再次发烟 非常漂亮 今天这个彩色的烟和我们 这个珠海的这个天空 也是相应程序 非常好看 上车 现在要做一个六极的斜金斗 带有一定的 它的这个金斗的这一个平面 跟地面成一个夹角 有几十度的夹角 完成了一个斜金斗 这体现的飞机的这种垂直起动 机动性能 而且是六架一体的完成了这样一个 六架密集编队的垂直机动 在这个过程上升的顶点高度 已经从一百米达到了两千米的高度 这么高 对 顺时的这个速度要拉起来 一到一圈就从我们面前飞过 真漂亮 想问王老师您看 除了采烟之外 感觉它两翼又有点细细的白烟 那个时候呢 这应该是在气流的这种影响 气流的影响 不是刻意拉烟 而是空中的水汽比较大 水汽形成的 感觉又像描了一个边儿 所以格外的好看 这个事情我感觉没有看到 对 这从侧面说明今天珠海的天气 又热又湿 但是我们现场的观众 仍然是非常关注这样的一场表演 好 我们的画面切出来 可以看到我们现场观众非常多 大家今天都有所准备 都打着遮阳伞 你看一片伞的海洋 因为如果真的是看飞行表演 等这么长时间 回去肯定全都晒红晒飞了 更亲近也充分反映了 这个观众对八一飞行表演的 这种期待 对 恶心高涨 对 那现在我们看到画面当中 我们的飞机好像消失了 在调整位置 在调整位置 新的编队又飞回来 那大家看到今天的八一飞行表演队 他们进行表演的 已经是他们先后装备过的 六种机型当中的第六种 也就是尖石表演机 它整个的涂装是以宝石蓝为主色 浅蓝白色红色灰色为衬托 那么在它的机身腹部顶部还有两侧 都有抽象的利剑图形 那么升空之后能够呈现出四剑合一的效果 非常的漂亮 好 好 我们看到像我们 调整位置像我们飞过来了 拉眼 这是一个六级的同步横滚 同步的滚转 在这个过程中间调整了相对关系位置以后 六级协调一致地完成了每架飞机 同时完成了一个滚转 体现出编队内部飞行员的这种协调一致 协调一致 对 确实是 我们也给大家在这介绍一下 其实现在世界上只有咱们中国和美国 还有俄罗斯是使用自主研发的三代机 进行飞行表演的 而且刚才王老师也给我们介绍过 就是说我们所有表演的飞行员 其实都是从作战部队通过层层选拔 脱一而出的顶尖的飞行员 对 刚才我还请教王老师 就说我们的飞行员 你不仅仅是要考体力 还要考心理和智力 这个是我没有想到的 有专门的一套严密的测试的体系和题目 对 所以说真的是万里挑一 甚至是更为苛刻的条件 才能当上飞行员 对 飞行员不仅有 有良好的身体素质 而且有非常好的心理品质 和高超的这种智力 对 那么通过层层选拔之后 脱颖而出的顶尖飞行员 就是我们现在给我们带来表演的 八一飞行表演队 对 那现在呢 他们其实这样的一个体现 也是我们空军战斗力水平的体现 更是我们一个大国综合实力的彰显 好 新的动作来了 我们来看现场 朝向管理台飞路来 应该要做一个六级的分组开花 现在两级分开 分开 降下来了 做一个机动 交叉机动 漂亮 这是一个典型的剪刀机动 然后上面的飞机 四架飞机 拉开 以此拉开 在空中形成了非常漂亮的一个动作 对 所以你看那个拉烟啊 不仅仅是飞过的时候 它有一个氛围 当飞机过去之后 我们再看烟的时候 它留下的就是刚刚的一个飞行轨迹 再给我们大家留一点回味的空间 然后现在我们看那个烟再慢慢的散去 还是很有意境的 对 到这个地方呢 第二个阶段 就是六级编队的表演就结束了 紧接着下面就应该进入下一个阶段 就是组合动作 组合动作 刚才散开的那两架飞机回转过来了 它不是分组开花吗 现在开花两架飞机进行对冲 我们出去看 漂亮 交汇对冲 动作的安排非常紧凑 在六级的编队结束以后 马上紧接着就是一个对冲 这个其实也是非常考验 我们飞行员的这样的一个 本领的 因为呈现的 所有呈现的这些表演动作 都必须是你长年累月的 协同磨合训练 其实也体现出了我们空军飞行员 能战 敢战 胜战的内在的基因 对 刚才交汇的时候 双击之间的这种相对应用速度 达到每小时1400千米 那么这种动作 交汇这种动作体现了飞行员那种 空中拼刺刀的精神 好 我们看四级下我们飞过来了 对 所以刚才是一个双击 现在就剩下的四架飞机 现在已经飞过来了 飘了向上 编队做一个横滚 我们注意看 四架飞机保持在一个平面 完成了协调一致的滚转 这和刚才的六级同步滚转 是不一样的 它是每架飞机完成的滚转 这是四级保持一体 完成了一个滚转 这个的难度应该说非常大的 它需要四级保持在一个完整的平面 在空中 做一个滚转 做一个滚转 好的 非常的漂亮 现在我们看到 这个我想对 其实对他们的这个 个人的这个素质都是要求非常高了 对 我现在觉得 而且今天在这个 推出的这个过程 在地面的时候我们看到 现在这个动作 这是个绕轴 绕轴 所以一架飞机保持着直线飞飞 大速平飞 然后另外飞机在不断地进行绕轴 它绕轴的过程是一个同滚 大半径的横滚 绕着这个飞机在进行这个机动 同滚也是有很重要的战术意义的 当这个自己处于一个被动位置的时候 就是我在前面 敌人在后面的时候 我可以做大半径的横滚 我走的轨迹是不是多呀 然后敌人如果不能够及时减速的时候 他就会冲到前面去 我就从被动变为主动了 变为主动 然后我们刚刚其实在飞机在地面推出的时候 我们看到其实今天也是有女飞行员的 有 那现在我们整个空军的的话 飞行员的比例大概有多少 这一个具体的素质 没有完全的对外景公布 但是在70年来 我们一共培养了12批 12批 好 我们看到现在是一个单机 拉烟的动作 就是横滚 对 做了一个手机横滚 紧接着向上 做一个筋斗 这是一个斜筋斗 半扣 翻转 这是斜筋斗向下 做了一个翻转 翻转 改平之后紧接着做了一个水平的 大坑滚环旋 这是一个加力弹旋 声音非常大 因为人家开加力了 这个时候它的轰鸣声非常大 虽然是一个单发的飞机在我们的前面 但是轰鸣声明显感觉到一种震动 加力弹旋 这是速度力量 然后开始进行上升 要升做滚转 然后开始进行上升 要升做滚转 所以这些动作我们可以看到 它是垂直水平机动和这种上升的这种滚转 不断改变航向的这种姿态的要组合动作 这套动作在中距空战的过程中间有很重要的这种实战意义 对 别看 可以迅速地完成这种攻击和脱离 别看刚刚是单击表演 但是一连串的动作演话聊了 对 其实也体现了我们飞机员在这个极限状态下 它的良好的稳定性和突然的炸弹技术 对 好 四级编队来了 四级大坡的盘旋 这是一个四级密集队形 而且是一个大坡度的完成盘旋 这个时候的过程是比较大的 这是一个大坡盘旋 一个水平机动 它做了一个水平机动以后 应该做一个四级的一体的一个密集队形 垂直机动 拉烟 对 非常漂亮 现场一条完美的曲线 对 紧接着做一个四级的斜金斗 在空中画了一条曲线和白云映衬的蓝天 白云地映衬非常漂亮 应该说今天这个天气是几天以来 相对最好的一天了 对 非常棒 我们看到这个彩烟也是留下了 我们的歼10战机 在空中这样一个飞行的曲线 让我们再回味一下 今天的现场观众很多也是早早到现场 来等着看这场精彩的飞行照演 完美的曲线就在我们这个演播室的上方 对 就是看现场还真的是不太一样 对 好 我们看到又拉起来了 这是一架单机做一个半斤斗的翻转 这个状态是不是我们飞行员 他在空中要承受的那个叫载 对 过载 过载会大概有多少 至少在五个以上 五个以上 对 这个考验 好 我们的四级编队也出现了 好 这个一架飞机做定点滚转 四级定点 这个四个四次定点滚转 就是每次转90度停顿一下 而不是连续地完成这样的一个 这个要求飞行员精准地操控飞机 而且体现出坚实飞机这种 性能 性能非常优越 在这个五号机和六号机 完成了单机表演以后 现在四级 迭罗汉 迭罗汉 出现在我们的面前 我们可以看到 四级保持着一个大约两米左右的 负高度差 跟掌机保持一个两米左右的负高度差 拉烟飞过来了 你可以看到从我们的左前方 嗯 真漂亮 对 每架飞机 它跟上每架飞机的高度大概差两米 这在空中看 错落有致 对 这在空中看了 就像贴在一块一样 贴在一起了 对 但是需要大家的这个 好 我们看一下 高度的信任 对 精准地操控 对 变化 而且罗汉现在又变了一个对形 变了一个菱形队形 菱形队对形 对 对 确实是 虽然只有两米 但是在空中 其实真的是可以忽略不计的那种距离 对 然后四级 菱形队离场以后 又一个单机过来 这个时候我们至于看 它是不是飞行速度比较小 这体现的小速度平飞 小速度平飞 对 飞机刚才也可以飞得非常快 但是它同时它也可以展示的 我这个飞机可以飞得比较慢的 这样一种特殊性 所以这个体现出飞机的左边界 左边界是小速度 右边界是大速度 大速 体现出来这个坚实飞机 它的低速飞机性能非常好 而且你看它状态非常稳定 体现出这个飞机的这种安定性 非常好 刚刚我们的导演 现在我没有能看到 切出这个特写镜头 这架机就是双座舱 前面一位飞行员 后面一位 两名飞行员 两名飞行员 分工呢 前舱负责驾驶飞机 后舱负责在空中要观察 观察 确保飞行安全 好的 我们看到四级编队过来了 调整队形 调整队形 对 好 来 今天这个有了白云的映衬之后 更好看了 对 这是一个四级横队 这个上方非常整齐 像一条直线一样 四级一个横队 平飞的 这是完全平行员吧 对 对 保持一条直线 保持一条直线 一条水平的这样的直线 横队是具有很重要的战术意义的 它可以在大间隔横队的时候 可以控制一个比较宽的正面 通常情况下在出航和进入战区之前 用横队确保能够有效的搜索和进行警戒 好 我看到单机又 这一下单机又进来 对 四级离场以后 就是一个单机进场进行表演 今天我们在现场看到了 一个非常精彩的八一飞行 无关问题的表演 其实也有一个统计 就是舰队59年来 已经为170个国家和地区的700多个代表团 进行了600多次的飞行表演 那先后五次参加首都阅兵 九次参加珠海航展 七次走出国门 飞赴俄罗斯 马来西亚 泰国 阿联酋 巴基斯坦和新加坡等国家 执行飞行表演任务 可以说真的是中国空军对外的一张名片 对 又是非常高超的技术 是国家的空中仪仗 空中仪仗 好 我们看到单机拉烟过来 要声 轮转 在要声过程中间完成了多次的五个步 在这个过程中间体现出我们飞行员 这种高超的身体素质 以及非常好的空间定向能力 我感觉他们这个动作这么花哨 现场如果是比较业余一点的摄影 我们的观众 跟不上 对 跟不上 很难抓拍的 对 好像看到5G的编队 开花 这是一个招牌动作 招牌动作 非常漂亮 我想刚才现场一定有很多的观众 拿着长桥档包包手机拍下这精彩的音乐 对对对 到这个地方了 组合动作 第三阶段组合动作就结束了 开始进入了下一个也是非常漂亮的 这种招牌阶段 大家通过我们的这个全景的画面 你能看出来 刚才那个拉烟的轨迹 刚好开花的一个上方 就是在我们航海线那个居中的这个位置 对对对 所以可以说它是今天飞行战的 我们是观赏型最强的动作 对对 好 单击过来 对 咱应该进入最后的招牌阶段 我们注意看它 你想不想起来 你找到这个要升 迅速上升高度 半扣 这叫做半滚道 要升半滚道转 大家注意看半滚完成了以后 起车架放下来了 马上就要落地 大家注意看飞机的下面 它一改出这个半滚道转 马上就快接地了 所以这是一个用最短的速度 带有一个战术背景的 完成了这样一个小航线落地 所以这是一个 你看它是一个超低空通场 然后要升做半滚道转 半滚道转放起车架 紧接着改屏之后 就进入跑道入口 接地完成了这个动作 不到一分钟 对 从准备着陆到真正的接地着陆 不到一分钟 这是我们的减速伞也打开了 对 你看这就是它带有一个 非常重要的战术意义 现在是第二个招牌动作 就是双击招牌 刚才是一个单机 做一个要升半滚道转 放起车架落地 这是一个双击落地 就是两架飞机同时落地 第二种 第二种遭陆行驶 遭陆的方式 可以在一个比较短的时间里面 让两架飞机完成 从空中迅速地把飞机收回来 第二种带有战术意义的落地方式 对 就是落地在我们看来 可能是很简单的一个环节 但其实它背后也是蕴含着我们这个飞行员超强的实战速度和过瘾的操作进入一个水平的 对 都是有实战意义 都是有实战意义 那我们看到非常快也是降落了 两架机降落了 对 那现在我们一会儿还要看到的就是最后一个梯队 就是三架飞机 好 出来了 大家注意看它怎么来着陆呢 在着陆之前再次拉烟 再次拉烟 对 应该是向现场的观众做一个告别 表演结束的告别 大家注意看它们怎么解散 怎么样落地 好 要身滚转 这种特殊的方式解散 依此散开 它要做一个小航线落地 单机的小航线落地 你看它遭入的这个解散度非常炫酷 这是战斗机飞行员特有核心的表现 非常炫酷 对 哎呀 你看前后的这个距离 距离还是很大的 对 保持着这样的相对来讲比较短的距离 这个小航线 然后放下起楼架 三四转弯一气呵成 紧接着一个短五边就落地了 你看它开始做转弯对向跑道 在这个200米左右的这个高度上 三四转弯一气呵成 一个短五边落地 我觉得我估计我们很多现场的观众 此刻的感受就意犹未见 因为真的是表演非常的精彩 这实际上背后也是我们中国空军战斗力水平的一个整体 跃升的一个体现 你看它改出四转弯以后 紧接着就一个短五边进入跑道入口落地 这就是小航线 在一个很短的时间里面 完成了飞机从空中到地面的这样一个过程 刚才它解散的过程 就是三级解散的时候滚转 然后紧接着加入航线 三四转弯一气呵成 进入一个短五边落地 非常的漂亮 只有战斗机才能够完成 才可以做出这样的动作 对 就是非常的利索 一点都不拖泥在水 对 从表演到着陆 整个的环节都是紧紧相扣的 好 我们看到应该是第五架返回 它这种降落的时候 一架一架回或者是两架 为什么不能够多 就是多个飞机同时落地 是因为跑道的局限吗 跑道的宽度是有限的 它可以在两架飞机同时落地 但是如果平行三架 可能就一般的机场就无法保障了 无法保障可能会危机遭路的安全 是这个原因 包括起飞我们看到也是分批次起飞 也是这样一个 起飞可以三极密集的这样的起飞 但招路的时候 有点对于要求安全的要求比较高 所以采用了最多两极招路 主要是受跑道的宽度 好 我们的飞行员 我们看到非常清楚 这也是一个双座舱的 对 两名飞行员的 两名飞行员 伞头吊 伞头吊 我们专门的工作人员 对 还有一个军人 还有一个军人把伞剪开 剪起来 然后重新叠起来 下次再用吗 对 可以重用 因为那个伞如果在这个跑道上的话 它可能会影响飞机的滑行 滑行 所以会有我们的军人士兵 产物保障人员把伞及时地剪走 剪走 你看到就是每一架飞机 其实的厂屋保障人员是非常多 非常辛苦的 当刚才他们腾空飞起来走了之后 我们看到整个厂屋保障人员是列队彻查 你能知道是一个非常相对庞大的这样的一个规模 非常辛苦 对对对 因为他们在天上的这种每一次的安全顺利表演 背后都离开我们厂屋保障人员 包括像给他们一些维护检查加油的工作 都是我们的厂屋保障人员来完成的 而且我想其实他们对于坚持飞机的性能 他也要非常了解的 哪里该动哪里不该动 怎么操作什么之类的 非常好的一个信任 只有你把飞机全部的安全性能检查好了 才能保证我们每一次飞行表演的这样的一个顺利 而且他们要在开飞前几个小时进场 飞行结束之后几个小时才能离场 离场 所以他们在外厂工作的时间是非常长的 我们这些机务人员 我们这些厂屋人员是非常非常辛苦的 太帅了 那在刚刚结束的飞行表演当中 我们看到了战机组成密集编队 多次拉起彩烟空中通场 向观众致意场面炫酷又浪漫 飞行表演的精彩 离不开一架架战机的拉烟表演 战机拖着绚丽的彩烟在空中飞舞 壮观的场面成为了航展最亮丽的风景 水池彩链当空舞 那您又知道飞机拉彩烟的原理是什么吗 它其实是利用了喷气式飞机的发动机 工作室喷出的炽热尾气 将喷入尾气中高沸点的彩烟剂 雾化并升华 当彩烟剂分子远离发动机热源 在冷却过程中会吸附大量的水分子 从而生成白色的水蒸汽云雾 此时烟剂中的彩色燃料 就会将这些白色的水蒸汽云雾 染成各种颜色的烟雾 形成飞机彩色的尾气 英机长空 鱼翔前底 万类双天 静自由 是风帆白浪 花千片 艳点青天 字意航 也是心情静放 风轮出 万铺齐飞 又一齐 其实我们爱看航展 不仅仅是因为它好看 更源自于对航空航天的热爱 看完了八一飞行 表演对歼10战机在空中的精彩表演 我们再把视线转向地面 那此次中国航展上我国自主研发的 第三代改进型超音速多用途战斗机 歼10C首次以静态展示的方式参展 一起来看 此次中国航展上展出的歼10C 配装有先进的航电系统 及多型先进基赛武器 具备中近距制空和对地面 海面目标的精确打击能力 虽然平台都是歼10这个平台 但它从装备的性能 还有从它战斗力的整体提升的话 有了一个质的飞跃 它从三代机移植越到了三代半 可以说是国之重器 特别是它这些武器 以及它的操纵 更人性化 而且更贴近于实战 在歼10C的国产研制道路上 中国空军飞行员不仅是使用者 也是重要参与者 担负着改进与提升歼10C武器 全功能使用的重要使命和责任 我们自己的国产机型 我们有自己的科研验手 有自己的工厂交流起来 更加的顺畅 跟他们交流之后 然后改进飞机的机型 改进飞机的性能 达到更加的一个作战条件 这时候我们感觉 是非常骄傲和自豪的 近年来 歼10系列战机成为每一届 中国航展上必不可少的常客 经过不断升级改装 歼10系列战机 已经衍生出多种改进型号 从歼10A到歼10C 13年的时间里 中国航展也见证了 他们每一次的华丽蜕变 2008年11月 歼10A战机在第七届 中国航展上首次亮相 就引起了无数中外军迷的关注 他的出现实现了我国战斗机 从第二代向第三代转变的 历史性跨越 2010年第八届中国航展 中国空军八一飞行表演队 换装歼10A战机 并首次在珠海 进行了飞行特技表演 2016年第十一届中国航展 歼10家族新成员歼10B重磅登场 标志着歼10飞机系列化发展 取得了重大突破 2018年第十二届中国航展上 歼10B使量推进验证机 进行了首秀 一连串超机动飞行动作 标志着我国战斗机推力 使量技术取得了重大突破 成为世界上少数几个掌握此项 关键技术的国家之一 随着军事技术的更新换代 中国空军的需求变得更加精确 歼10战机也发展成为系列产品 从开始研制到正式列装部队 形成有效战斗力 歼10战机先后克服了压式布局 下腹进气 现代化座舱设计 电船操纵等一系列中国战机 研制历史上从未经历过的困难 对于中国航空工业的发展 和空军现代化建设 具有里程碑意义 昆龙AG-600是我国自主研制的 大型灭火水上救援水陆两栖飞机 是应对极难险重任务的国家利器 可以灭火 可以进行水上救援 哪有危险它就往哪去 在昨天下午 AG-600在航展现场再次亮相 我们一起来回顾 飞机已经开始滑跑 滑跑的距离会非常的短 大家可以注意看一下 我们最大起飞重量起飞 路上的滑跑距离 应该是在8995 看这大飞机 非常的密接的 是的 这款飞机具有 距起降性的 飞机以距前轮 好 飞起来了 飞机会按预计爬升到200米的高度 执行盘旋 飞机现在开始已经右侧盘旋 此时的飞机的速度 应该是在250公里左右 高度200米 它投水的时候 它是不是要进行一个减速 是的 飞机八字盘旋 对准目标区域之后 飞机高度会从200米 下降到40至50米 那么速度会从250左右 降低到230左右 根据我们前期做过的投水的实验 飞机投水的效果 应该是速度越低越好 高度越低越好 那么宅水量越大越好 我们这款飞机 因为为了执行森林灭火 主要是在低空 低速下执行任务 同时海上搜救 也是需要低速 进行搜救和招水救援 因此这个是低速 是我们的一个主要目标点 同时呢 那么为了实现远海的快速抵达 飞机还要具有较高的快速性 这样这款飞机 既要飞得慢又要飞得快 我们可以看到 从大家的左手方向 飞机正在进入这个 投水的一个高度了 这一定要紧定屏幕 紧定现场 飞机员正在瞄准目标 就会打开舱幕 注意看 大家注意关他 好 投水了 三秒钟的时间 九吨水从天而降 估向目标区域 效果是非常的震撼 接着马上做了一个大波动 盘旋改出 这就意味着 这个投水的表演 已经完成了是吧 是的 投水任务今天的演示 就完成了 未来呢 这个我们灭火飞机 12吨水一次投下来呢 在可以覆盖 3000到4000平方米的 这个火区面积 那么可以说相当于 瞬间在这个火区 下了一场漂泊大雨 那么可以有效地控制 火灾的这个扩炸 扩展 飞机实行海上救援呢 现在在中原海啊 我们飞机可以在两米浪以下 找水对预险人员呢 进行救助 单次最大救助人员 如十人 我们的最大航程是 四千 将近4400公里 那么可以说 从我们三亚机场起飞 到曾母暗沙 执行完救援任务之后呢 可以再次直接返回 现在是准备着陆了 飞机已经着陆了 好 着陆了 大家看到飞机着陆的时候 姿态是非常的轻盈 再通过短片 来了解一下 大型水陆两栖飞机 AG600 AG600飞机与运20 C919并称为 国产大飞机三兄弟 是我国自主研制的 大型水陆两栖飞机 也是世界上在研的 最大水陆两栖飞机 从着陆到注满12吨水 再次起飞 大约需要12分钟 20秒内就能挤满水箱 飞机上设置的4个水箱 可通过控制投水舱门 实现多种投水模式 和灭火方式 水伤救援时 一次最多可以救援50人 既可以空投救援物资 也可以降落水面 直接救援 截至目前 AG600飞机001架机 已初步完成 灭火任务系统功能验证 飞机挤水投水功能特性 次高原环境下 飞机投水特性 系统功能特性 符合设计要求 AG600灭火系统 功能验证任务 取得圆满成功 也标志着AG600 已初步具备灭火功能 但距离具备实战能力 还需进行大量科学试验试飞 预计到2024年 将完成交付使用 为我国应急救援 及自然灾害防治体系建设 做出贡献 这两天 航空博主陈诚 也探访了坐落在 中国航展部远处 AG600总装生产线 一起跟随他的镜头 来看看这架大飞机 在工厂的样子 这个特别有意思 这个飞机 是带降落伞的 就是SR最早的锡锐的飞机 然后被中航工业收购之后 就是变成我们的国产飞机了 在飞机上降落伞 这个还是买新鲜的 其实第一感应就是很干净 真的很干净 聪明几近的 看见了吗 就是我们的国产的AG600飞机 左方线 看这个光线 它这个装水是怎么装的 是我们的地面加吗 这个飞机的其实它的下额部分就是一个船一样的 就跟船一样 就为了减浪 因为我坐过水上飞机 水上飞机起飞的时候 跟陆地的最大的区别就是 水上飞机它是水是不平的 它要一直在晃 它如果前面是一个正常布局的话 就会浪特别大 就对起飞造成比较大的影响 所以它做了一个船型 全部是尖的 然后就看飞机上应该不会有那种吃水位的那个标准 它是一个水位标准 其实相当于是它的底部是船 上面是飞机 然后它的那个浮筒 在一间上也有个浮筒 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 然后撕撒螺旋桨 这场 其实这个对于我们国家 尤其是对于森林消防来说 非常大 有非常大的作用 就是飞机在 附近的湖面 加上水 它就这样很快速地滑行的时候 把湖里的水冲到它的肚子里面 然后起飞 飞到一个目的地 比如说这个游王三地里着火了 然后就撒出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在今年的航展中 航空航天馆是关注度最高的场馆 里面有火箭 航天器 火星车模型等等 那么在庞大的火箭内部 有着很多很复杂的零部件和系统 它们之间的协同工作 让火箭顺利地飞向外太空 在中国航展的场馆当中 展出了火箭内部的零部件 我们一起来看看 火箭的眼睛和大脑 都是什么样子的 接下来我们来连线一下易潇 易潇你好 请给我们来介绍一下 你了解到的情况 好的 初学 那么我现在就是在展馆的7号馆 那么这个展位是航天科技集团的 展出的先进单机和部组件的展位 那么我身旁的这些呢 大大小小的这些设备呢 都是用于航天器内的先进单机和部组件 那么说到这个火箭升空呢 我们脑海中的画面应该是 在电视中看到的321点火升空 那么火箭在升入到太空之上之后呢 它应该是按照自己的预定轨道进行飞行 但是往往在实际的飞行过程中呢 会受到外界各种因素的影响 影响到它的这个飞行的方向 那么在这个时候就会用到 它哪一个先进单机呢 就是我右手边的这个黑色的 多表冗鱼激光惯性测量组合 那么它呢会在火箭飞行的过程当中 去测算和感知它的飞行方向 速度以及它的姿态 并把这个实时数据传给它旁边 白色的这个舰载飞行控制计算机 那计算机呢 经过它的分析处理和测算 它可以知道火箭现在是不是偏航了 偏了几度要怎么修正 它在测算好了之后呢 再把这些数据传给其他的控制部件 让它们去执行 那么如果把火箭比成一个人体的话呢 那么这个黑色的就是可以说是它的五官 可以说它是眼睛 也可以说它是耳朵 它是感知火箭当时的一个飞行状态的 旁边的这个白色的舰载计算机呢 就是它的大脑 它要接收到数据之后进行分析处理 那么火箭呢 它知道它在飞行的过程当中 它可以根据自己的位置 还有速度和预定的入点 自己规划它的飞行 那么现在的导航模式呢 大家也可以称之为边走边算 一边飞行一边计算 那么可以简单地说啊 就是把这个目的地告诉火箭之后 它可以自己选择飞过去的路径 就是有了这样的系统 才能让火箭在正确的轨道飞行 不至于偏航 那么在火箭升空之后呢 我们经常也会听到这个指挥员大喊说 飞行正常 跟踪正常 遥控 信号正常 那么这些都是什么呢 我们是怎么感知到的呢 在我旁边的这个 它看起来下面这个 有点像我们家里用的DVD的这个东西 它叫做遥测系统 它由下面的这个接收机 还有上面的四个零部件 还有其他的一些装置 共同组成遥测系统 那么遥测系统呢 简单理解为就是 它将火箭和地面控制中心 联络起来的测量 它们这个距离的一个测量的系统 那么遥呢就是指远距离测呢 就是测量 那么有了它之后呢 就能知道火箭在天空中 在太空中的一些数据 那么它呢 相当于这个火箭的神经末梢 它遍布于火箭全身的每一个部位 它能实时地接收到火箭的 它的工作状态 工作数据和参数 并且把这些数据 转化为电信号 传给地面控制中心 地面控制中心将会 对这些电信号进行分析啊 然后进行判断 进行指挥 那么这些我们看到的这些 包括我刚才介绍到的这些 都是我们这个很小的一部分 是火箭内部系统和结构当中 非常小的一部分 它的内部系统和结构非常的复杂 那么在这些先进单机 还有不组件的研究之上呢 最最基础的就是我们的芯片 那这个展柜里的芯片呢 可以说是航天芯 那么它呢 这些芯片获得了我国国家 专利奖一等奖和中国的金奖 它具有这种高可靠性 还有高抗这个浮照的能力 那么它呢 是我国自主研发的知识产权 是我国自己的技术 那么它呢 也代表着航天 我国的航天事业 一个高水平的发展 那么这项技术呢 也在世界上达到了一流的水平 那么好的数学 我现场的情况就是这样 好 感谢一销 今年中国航展航天展区 特设了天文一号火星探测器的展台 2020年7月 长征5号姚思运载火箭 将天文一号探测器送上太空 执行我国首次自主探测火星任务 今年展会现场模拟还原 天文一号火星探测器的工作样态 总台央视记者王居卫 带您走进展台 近距离发现展品亮点 现在我所在的位置就是本届航展的天文一号的一个展区 我们可以看到在远处的地表 是还原的火星地表的真实样态 那么在远处我们可以看到的是天文一号的着陆巡视器的模型 同时还有天文一号的载轨飞行器的模型 当然更重要的是我身旁的明星产品 就是助容号火星车的模型 那我了解到今天我们在展台上看到的 这个助容号火星车的模型 是一比一还原了真实的助容号的大小和样子 那可以说它是此刻正远在火星执行任务的助容号的一个完美复刻 那这样的一个展程设计 目的也是为了能够让我们今年参加航展的观众 近距离的领会和感受我们助容号火星车的风采 可以说助容号火星车浓缩了中国航天科技的多项先进成果 同时也融入了中国航天人的很多文化情怀在里面 咱们讲我们举个例子 我们来看在火星车的额头上的位置 有一个火星车的车标 其实最早在设计的时候 我们的设计师也想过 既然是中国的火星车 是不是应该有中国的元素 一开始想要不就加入红色的中国节放在这 但是设计之后发现好像有点奇怪 最终几经商讨 将我们的目光锁定在了中国的书法汉字火上 想围绕它来做文章 但是想法很好 时操的时候遇到了困难 由于火星车特殊的要求和行程 必须要求我们的带有火字的图标 要大小适中 同时笔画要设计简单 这样才方便夹载在火星车上 那么几经一搞 最终选择了用九叠转法 就是转输的转 这样的一种方式 浓缩了中国火星四个字在内的一个印信图标 作为我们火星车的车标 于是才有了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样子 怎么样 听完了这个故事 是不是觉得 如果说我们的科学家浪漫起来 也是挺硬核的 那么了解了这个故事 也非常欢迎各位 亲自到我们整个今年的中国航展 走进驻荣火星车 进去的感受 我们中国航天人的浪漫情怀 天文一号探测器 由环绕器 着陆器和巡视器组成 驻荣号火星车 作为巡视器 要完成火星巡视区 形貌和地质构造探测 火星巡视区 土壤结构铺面探测 和水平探查等众多工作 如何能够确保驻荣号 在遥远的火星上正常工作 驻荣号在设计上 拥有哪些亮点呢 展会前 记者邀请到航天科技集团 五院火星探测 火星车总体主任设计师 陈百超 走进驻荣号的试验场 一探究竟 在这个试验场里面 我们设置了很多的障碍 包括坡 包括松软土壤 包括石块 驻荣号的一些详细的性能 都是在这里面得到验证的 比如说这是我们的一个 可变坡度的一个坡道 这个上面铺设的是 红色的模拟火星土壤 驻荣号就从这可以爬上去 我看这两边的土壤 它的颜色还不一样 对 这边是红色的 这是跟火星的土壤的颜色 是一致的 主要是验证它的爬坡能力 和它的视觉效果 这边是更细的土壤 这个细致 这个土壤会比火星 正常的土壤要细 主要是验证了 它防止车人下陷的功能 这是我们的火星车验证器 它的样子是和柱容 一模一样的吗 对 它的外形容廓 包括它的结构 功能都是一样的 其实大家对柱容的 关注度非常高 上面应该也是浓缩了 近几年咱们 很多高科技产品和心血 能不能给我们简单介绍 一两个特别的地方 好的 柱容号其实有几个亮点 包括它下面的主动悬架 这是我们第一次 在地外天体寻生器上 配备的悬架机构 它可以在发射的时候 使这个车很低很矮 这样的话就很节省它的空间 到了火面以后 它自动抬高 完成它的月亮能力的一个设置 另外我们也担心 这个侧轮如果长年 长期在火面工作的话 会出现侧轮故障 比如卡死这种故障 如果一旦出现这种问题 我们还可以通过一个主动悬架 来使这个侧轮抬起来 剩下的五个侧轮 永远能够具有移动的能力 有一个请兵架了 其他五个还能正常工作 还能正常工作 如果它不能抬起的话 那就拖着走 这样的话会大大的影响 它的一个移动能力 它太阳翼其实是很有意思的 远看的像一个蝴蝶的形状 实际上在火面光道很弱 那么我们的车又只能通过电能 来进行工作 我们就需要给它设计 一个很大的太阳翼 但是它又要火星车要移动 移动不可避免的会有颠簸 那么太阳翼又要有 一定的抗颠簸能力 就是太大了 反而容易折断了 对 所以大和颠簸两个是矛盾的 所以我们接下来 蝴蝶翅膀这种结构 来做了一个仿蝴蝶型的这种太阳翼 就既保证了它的面积更大 还能保证它的结构更坚固 对 火星还有一个特点 就是它的低温和弱光灶 我们为了能让火星车获得更多的热能 我们就给火星车设置了一个叫 极热窗的一个装置 它在哪个位置大概 在这里 在车顶 对 更好地吸收热量 对 这个极热窗能够使阳光无则射地透过去 透过去的阳光直接就转上热能 它能够很高效地将光能转上热能 那么对于接下来 主龙号在火星的任务 咱们还有什么样的期许 实际上现在火星车已经 圆满完成了它的火面90天的行程探测任务 但是仍然在高效地进行探测 它现在就是根据科学家的感兴趣点 在往火星的南方再进行移动 希望是会去探测更多的地形地貌 因为我们现在成功地研制了主龙号 通过对主龙号的100多天的控制 我们也基本掌握了火星表面的一个环境特点 这些都是为我们以后火星后续的探测 打下了一个很坚实的基础 上一届中国航展 展会现场大型的中国空间站核心舱模型的展出 让众多观众大呼过瘾 今年航展现场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的展台 把整个空间站搬到了现场 那当然了 这不是太空中的那一个 而是用了3D展示加VR体验的方式 让空间站和观众见面 我的同事王居卫在现场就借助这一套设备 变身航天员 体验了一下在中国空间站的工作和生活 空间站核心舱的大型机械币 是我国目前智能程度最高 规模和技术难度最大 系统最复杂的空间制造系统 机械币的最大承载能力载轨是25吨 具有7个自由度 从而在太空可以实现 类似人类手臂的运动能力 机械币具备舱体爬行 和舱外状态的监视功能 同时可以转位试验舱 完成空间站整个组合体的建造任务 还可以辅助航天员进行出舱活动 在核心舱我们设置了三个睡眠区 和一个卫生区 每位航天员都有一个独立的睡眠区 在睡眠区里有一些搭扣挂环等 航天员可以通过他们的个性化 去进行一些装修 也体现了我们以人为本的设计思想 每个睡眠区里都会配有一个悬窗 航天员可以通过悬窗 看到舱外美丽的景色 他们也可以进行一些拍照的活动 航天员主要的工作场合在大住段 在大住段我们设置了一些 一间医保设备 还有机械币操作台 还有航天员可以进行锻炼的 太空骑车等等 同时大住段也支持航天员 进行部分的科学实验和技术实验 刚刚记者在今年的中国航展上 通过VR虚拟现实技术演示的方式 亲身体验了航天员 在中国空间站工作生活的状态 大家都知道 此刻我们的空间站正在太空中工作 但可能很多人不了解的是 地面上还有一个一比一大小的 具有相同功能的空间站舱段 也在同步运转 中国航天人管它叫做半飞舱 那它是做什么用的呢 我们跟随总台央视记者 走进中国空间站的地面半飞舱 去了解一下 那我们为什么要在地面安排一个 这样半飞舱的存在 中国的空间站要载轨运营十几年 航天员长期载轨工作生活 后续还会开展很多的专项的实验 以及可能会开展维修维护的任务 所以我们要在这些任务实施之前 要在地面通过这么一个半飞舱 来对载轨的任务先进行提前的验证 通过验证之后的这个呢 我们以手册的形式 再传给载轨的航天员 航天员据此来实施呢 可以保证它载轨执行的正确性 以及减少它载轨执行的时间 那么现在我们的航天员 其实已经从太空当中的空间站 返回地球了 那等于说现在太空当中 我们的空间站是没有航天员的 那这个时候我们的半飞舱 主要的任务是什么 航天员离开空间站 返回地面之后呢 我们地面的半飞舱呢 也就不需要再去 对航天员相关的一些东西做验证了 但是呢空间站载轨运营的时候 还有很多的这个任务要实施 你比如后续可能要开展的 或是非常的补家工作等等 这些工作在地面 也可以通过半飞舱 来提前进行验证 保证载轨的可靠执行 整个空间站的核心舱分为 节点舱和大柱段小柱段三个部分 其中航天员主要活动的 两个舱段粗细不一 设计师介绍说 这样的设计内藏玄机 可以看到小柱段外面呢 有很多的东西 现在映入眼帘呢 是一些压紧座 就凸起的一些凸起的圆柱 这个呢是用来 发射段的时候 是用来固定太阳翼的 在下面呢 还会有固定机械臂的位置 然后上面呢 还有一个收拢状态的中继天线 载轨的时候呢 太阳翼 机械臂和中继天线都会展开 因为是收运载火箭的包落呢 不能够太直径太大 会超过运载火箭的包落 所以呢要 这些东西要装在这里 只能让小柱段变小一些 把这些东西装在外面 载轨再展开 另外还有两个 我看应该是有一个转接环的部分 对 它们是未来的主要任务是 等到空间站组建造的时候呢 会有两个实验舱段 分明叫实验舱一和实验舱二 两个舱段来的时候 都会对接的前向 然后通过我们的转位机构呢 将它转移到的左右两侧 最终呢可以形成一个T字形的 大的空间站的最终的构型 空间站的半飞舱 也是一个整体的半飞舱 等到转轨的空间站组建造完成之后 我们也会把实验舱的电信舱 改造成半飞舱 也都放在这里 也会有一个T字形的半飞空间站 我知道您也是参与了 咱们整个中国空间站的设计工作 那么在您参与设计的过程当中 您觉得咱们中国的空间站 有哪些设计员觉得特别的舒服 特别的亮眼 我们在设计困县的时候 也是本着以人为本的设计理念 来做工作 因为航天员是我们最终的用户 我们要让用户满意 我们在设计的时候 第一个呢 是我们做了一个非常合理的分区 航天员的生活的区域呢 主要集中在小株段 包括它睡觉的地方 以及它洗漱和上厕所的地方 然后呢工作和做实验啊 以及吃饭的区域呢 主要在大株段 这样呢就像咱们自己在居家一样 是把洞进两个区域给分开了 一室一厅 应该是三室一厅 三室一厅 还带了一个飞船 作为储藏间和车位 那这个空间利用 真的是非常好想 这样分开之后呢 可以保证三名航天员 在天上的时候呢 它是相互不受影响的 咱们这次飞船任务呢 也可以看得出来 航天员载轨的时候呢 几名航天员可以分别进行休息 锻炼以及工作 是相互不受影响的 也就是说这个分区的是非常合理的 真的像天宫一样 天空中的一个家了 对的 另外中国空间站在设计时 还引入了智能家居概念 航天员可以通过智能手机 以及手持平板电脑 控制核心舱上面 大部分跟人直接有关系的产品 管理个人起居生活 同时控制整套物资管理系统 掌控空间站的运行情况 那么在未来天空当中 十几年的运行当中 我们的空间站 会不会在太空当中 不断地进行升级和分子 会的 这个也是在设计之初 就考虑到的一个因素 因为科技是不断进步的 空间站载轨运营要长达十几年 不可能说等到十年之后 还让航天员用十年之前的 这么一个技术 这也是不合理的 所以整个空间站设计的时候 就保证了 是空间站载轨 可以进行维修维护和升级换代 通过升级换代 来提高航天员在天上的逾趋性 来保证航天员在天上住得舒服 工作得开心 在第十三届中国航展的现场 精彩的卫星表演和有趣的装备展示 吸引了众多观众 且来观赏体验 观众们都被航展现场的 哪些东西吸引了 一起来听听他们的发现与感受 第一次 我这是第一次 从深圳过来 我是第二次站着中央航展 我从08年上大学的时候就开始 一直到现在 我是广州来 我是从10年到现在 现在是第六次来的 今天七点钟我就往这边赶了 带了很多有六倍毫米的长胶 再说广胶 还有语言定胶 所有的事我都想记录下来 看他们中国军工的发展史 看在展会上画了很多徽章 这是你每年展会的逼选项目 是的 这个徽章是 我觉得是仅次于 看飞行表演 看地面装备 让人过瘾的事情 因为每一个徽章 它都有一个自己背后的故事 我印象比较深的 还是兵器馆的这个S25的火箭炮 这个火箭炮我刚才看了在现场 它摆放了很多的弹药 而且这些弹药全部都是精确制导的 然后这个火箭炮从它的外形上来看 应该是一个自动化程度非常高的一个武器 印象最深刻的展品应该就是20系列的飞机了 那肯定是那个殲-16电 这个是我们就很意外 因为我是比较喜欢飞机的 让我们感到中国的军事力量越来越完善 我最喜欢的就是我们这个20系列 最想看的就是12-0 殲-20 再加上那个殲-16D这个电子战机也是很期待的 这个我们这个电子上面 这个空中压制的这不是有了力气了吗 放 放 点赞 强大 更专业 更智能 然后更高端嘛 震撼 有序 然后第三个是 激动人心 震撼 我感觉还有一个就是强大 再一个就是亲民 应该是品整多 然后是性能先进 然后是体系化 最期待的还是红-20 可能看看那个四颗表上面那个 没有红-20的表演 非常期待 也希望下次能看到红-20的现身 我觉得咱们国家就是这几年来 在航空方面的发展非常快 然后也觉得咱们国家在接下来十四五期间 一定能够在航天强国的这样的一个征程中 取得更大的进步 我想发明无人的这种装甲车 这个小朋友是个军事迷 就特别对这种装备啊武器啊是特别感兴趣 他的理想真的就是长大了去当一个士兵 然后我跟他讲小朋友你现在要有责任性 长大了才能保驾卫国 综合国力和我们民众自讨感 以及我们大国崛起的步伐 我们是已经是很坚定的卖的越来越的坚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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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录珈 ink星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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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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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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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